王初 祖孙 修计 加油 加油 大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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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比赛上场前 全队在工医室围成一圈 打气加油 往往是球场外最激情的时刻 在本届足写杯比赛中 我们也多次见证 作为八强球队中 唯一的中甲球队 李毅率领的四川九牛 就是这样的典型 他们在八分之一首回合 战屏中心球队河南松山龙牛 不仅比赛中的发挥 可圈可点 赛前的动员也是振奋人心 可以可以啊 咱们来着啊 来着咱们不是旅游的 咱们不是来着旅游的 对吧 回想起咱们这一年 说起实话很不容易走到现在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团队 靠的是每个人的拼搏 所以说这场比赛 也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 对吧 为四川而战 拿起你们的勇气来 大胆一些 一生雄起 让不少老球迷梦回职业连赛初期 火爆的四川球市 火爆的四川球迷 和1995年那经典的成都保卫战 那个时候啊 熊喜应该是在川东吧 应该是那一块 那个时候发现 比如说我们两个小孩打架呀 旁边人帮那个人呢 就说 玩的时候就说 别怕别怕 熊喜熊喜 就像那个公鸡样啊 斗鸡的时候叫熊喜 那个时候就隐身到足球场 所以说从一开始 94年开始叫熊喜的时候 很多那个外地的 包括外地的球员 外地的销链都问我 熊喜是什么 就是说叫男人的运动 如今熊喜早已成为川渝地区 最响亮的加油助威生 被全国球迷体育迷所熟知 而本赛季另外一场 八进四的比赛 大连人对阵强大的上海海港 虽然首回合他们最终落败 但作为东道主 上场前的大连人是一点不怂 来看看队整正龙的赛前动员 比赛前我想了很多的错词 我想怎么鼓励大家 然后想想散了 我觉得整场比赛 我觉得没有什么别的 上岗这样 我们一年 可能踢了有三四场吧 我们输了 我们都输了 但这不是我们这场球输了 这个理由 我就希望大家 大家上岁都是年轻学员 我希望大家在这场比赛里面 声音要比这么大 场合强度要比这么大 要比这么凶 对不对 两个人抢一个 三个人抢一个 对不对 打出我们自己的 这个大连人的经济石 好不好 你们都在努力的状态 加油 大连人 加油 比赛最终会有输赢 但足球比赛走上场地的那一刻 权倾投入力争胜利 一定会赢得球迷和对手的尊敬 加油 一起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